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双澳洲 今天我们来到了墨尔本的东南区,Poin Cook 老朋友了,Poin Cook的话其实经常来 这边气候非常的宜人,环境也挺好 我一会带大家看一下旁边的一个湿地公园 离我们今天拍的这个房子就是几步路,非常的方便 房子是四房两位双车库,而且屋况维持得非常好 房东是自己住的 另外建筑商是著名的墨尔本贴问建筑商Metrocon 所以房屋的质量还有一些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房屋的内部的屋况 好的,我们已经到现场了 这个房子是四房两位双车库,标准的单层四房的户型 比较适合三口或四口之家居住 房子的建筑商是著名的Metrocon Metrocon这个建筑商在澳洲的买地建房的建筑商里面 它的定价基本上是最贵的 造的房屋品质相对也确实会更好一些 我们进来这一间其实是卧室 因为主人不需要这么多的卧室 所以它布置成了一个会客厅 该有的衣柜都是有的 窗外的景色非常的宜人 这边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新建了一个trail 一个人行以及自行车道 可以直接骑车 来到著名的墨尔本Ponycook最贵的这片区域 Sanctuary Lake就是这个湖区 以及Altona Beach骑到海滩边上都是可以的 所以环境特别的方便 车库就是这样子 双车库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个房子是差不多2019年建好的 所以距离现在是五年新的房子 屋矿维持的非常不错 因为我们之前拍的Ponycook 包括Williams Landing的房子 基本上都是租客住在里面 所以屋矿不免是有一些杂乱 但是这套房子我们可以看到 屋矿保持的相当不错 到底是主人家自己住的 这个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Ponycook这个区 大家以前可能概念里 就是离的比较远 不是很方便 但是事实上 现在这边的周边配套 都是非常成熟了 除了附近有Soulwater P29 College以外 还有幼儿园 另外一方面 这边离Sanctuary Lake购物中心 也挺近的 开车差不多六七分钟 那边甚至现在有大卫火锅店 还有华人亚超 所以我们华人在这边生活的话 也是OK 没有问题的 这个业主就是华人 OK我们进来看到 这边是一个温控机 它这个房子的客厅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也做了大量的储物空间 那如我们所见 房屋的采光也是相当不错 整体都是亮堂堂的 因为房屋的屋矿维持的相当不错 所以这个房子基本上就是可以直接入住了 配一些自己必须的家具电器 就可以直接入住了 非常非常的方便 房东之所以要出售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因为他自己有回国的计划 所以有这个打算 房子本身他其实还挺舍不得的 因为这边的社区都是相当不错 而且是闹钟取静的存在 生活也挺方便 其实自己住也是合适的 而且如我们所见 这个房子的层高也是加高的 所以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敞亮 另外后院房东在前一阵子还做了处理 他把旁边的土地都用假草皮铺掉了 这样一来就非常的好打理 这个房子相对来讲 我们叫做low maintenance 就是他不需要花钱去做大量的打理工作 或者说重新做修缮 自己就可以配好家具电器 简单的弄一弄就直接可以入住了 非常的方便 另外一侧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独立的洗衣房 同样又有柜子 还是大量的储物空间 那洗衣房呢 可以是直接跑到外面去晾晒衣服的 非常非常的便利 那这间呢 就算是主卧了 主卧的面积呢 相对要大一点 在16 7个平米左右 另外呢 配了一个4平米左右的套间啊 对外呢 就是正对着花言 视野上呢 也是相当不错 这个衣帽间呢 也是采用的是布鱸式的衣帽间 OK 那视频拍到这呢 基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 这个房子的标价 再跟大家说一下 是69到72万 也是比较合理的啊 那我们最后呢 会给大家看一下 走路走到路口 基本上一分钟啊 就可以来到一大片的湿地公园 并且呢 可以看到CBD的景观 非常的美妙 最后老样子说一句 如果您在澳洲墨尔本 有一套房 想要最近考虑出售的话 欢迎随时私信和我联系 或者在评论区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见了 拜拜